My co-graduates,主要是我们在中国的医生怎么样开始在英国行医这个路径 可能大家都有没有知道这个Pathway 这个简单来说呢,它只是其中的一条 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alternative pathway 但是呢,这一条是比较简单 而且呢,可能比较实际的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医生 首先呢,在你开始准备考试 和准备任何事情之前呢 首先要check一下你的那个医学院的那个院校 是不是在它的那个符合它的那个规定 然后呢,再通过这个语言的关卡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雅思 然后同时呢,参加它的那个理论 什么一个临场的一个考试 可能大家都知道叫Path 然后在那个GMC上面开始注册 然后就可以开始找工作 然后我会比较简单的介绍每一个步骤 然后我会比较简单的介绍每一个步骤 第一个呢,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check一下 就是你是不是符合它这个申请 这个我们所说Path的这个考试的资格 第一个是说就是很明确的说 你就是说一定要是临床医学 然后呢,你的医学院校是在这个 它说的叫做World Directory of the Medical School 或者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al Directory 因为我查了一下网上很多人都问我能不能考 我原来是影像的 或者我原来学超声的 学儿科的 学麻醉的 我能不能考 然后我是什么专身本的 或者是自学自考的 还有一些成人的成人高考的 就那种能不能考 所以呢,建议你们都先查一下 就是他James一个网站上面有明确的规定是 一定要临床医学 然后呢,最好是总的课室要超过五千五百个小时 也就是说我们的五年值 然后,不是说非那种成人高考 或者是专身本 或者是远程教学 第二个呢,就是要通过一定的英语的测试标准 他有几个题 一个是呢,就是通过我们最简单的 就是Economical Version of the Miles 就是雅思通过 一个是他的要求是最近前两年才改的 就是要每个领域呢都要达到七倍以上 总成在七点五倍以上 而且这个雅思呢,只能是适合两年 然后如果你超过两年以后呢 你需要额外的证据来证明 你是在一直是在一个 一个英语的环境下工作 或者是在英语的环境下学习 这个呢,你是可以通过一些 reference from your consultant 或者是通过你的一些其他的课室 来给你证明的 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说 它不叫做Primary Medical Qualification 就是说 如果你原来的那个英语的那个学校 那个原来的医学院校 是用英语双英语和中文 双文教学的话 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保证 你是有足够的这个英语的水平 嗯,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试 叫做Professional 它分为两个部分 它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主要是 我们叫做理论考试 里面呢,有200到3学题 然后大概是三个小时 然后它一年四次考试 它的价钱是230块钱 它的内容包含呢,就是内外肃儿 一般都是解释 一般比是比较基础的 一些临床症状的症状 其实从今年 九月份开始 然后 Prof1和Prof2呢 都 对于每个医生来说呢 都只有 就是Maximum是 可以考四次 原来是没有限制 而且每一次考试呢 都是说 你过了一门考试以后呢 它是 就是 就是说 Prof1考完了以后 在两年之内 你要考Prof2 然后Prof2考完了以后呢 你要马上在两年之内 你要 在GMC的注册 Prof2呢 是一个 clinical的 是一个 临床的 考试 它呢 是 一般呢 就是说 整个年呢 基本上 工作日都会有 但是它主要的 就是在Manchester 有考点 嗯 再解决了 它是一个临床 有一个 Spark Station 的一个考试 然后主要是 考你的 冠病史 然后一般的 你的临床的 咨询 然后 体察 还有一些 实际操作的 嗯 它也是说 有一个要求 也是说 最多考四次 然后考试呢 是多 两年 嗯 考试的准备呢 是各种各样的 经验都有 然后呢 嗯 我们有一些 有个 bible 的 就是 Oxford 的 这个书呢 就是 你可以作为 参考书来 阅读 也可以把它 转给出夕西雅思的时候 同时来看 嗯 Question Banks 一般都是说 我们都用的 past papers 过去的考题 同时还有下面 两个网站 你可以购买一些 题库 嗯 当然 至于具体的考试经验的话 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每个人和每个人 是不一样 你的时间 和你的经历可能不同 然后 所以也可以自己 来相互交流 嗯 接下来如果 考完试以后 那就是下一步 就是对GMC的注册 GMC就是 General Medical Counsel 然后 注册呢 它可以说是比较 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你就是按照它的要求 然后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人 负责你这个case 然后帮你来完成这个注册 嗯 它的要求就是说 要把你过去五年 就最近的五年内的一些 嗯 行医和你的那个注册的那个 嗯 记录给它 然后同时呢 你还要有一个 Certificate of standards 那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良好的行医记录 嗯 这个呢 就是说很多人 有时候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嗯 发现GMC要求的那些 详细非常的多 其实就是说 总体的原则就是说 越简单越清楚 但是在简单清楚的情况 可以把一些详细的资料给它 但是超过五年 你看 比如说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工作了十年 它只要你五年呢 你就没有必要把十年的经历都给它 你给五年就好了 嗯 然后根据你的经验呢 可以 你的注册呢 可以分两种 一种叫 如果你在毕业以后 如果你有同时有十二个月的 internship 然后这个要包括 起码三个月的外科 三个月的内科 然后你就可以做 然后可以开始正确行 没有限制的 嗯 如果你没有十二个月经历的话呢 那么你就只能做 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然后同时呢 要在这边完成那个 Foundation 1的 training 嗯 后面有一些问题 可能大家可能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在那个微信上问 因为有些问题大家会问 比如说我是八年制的 那个八年制或者是七年制 那我多做的那一两年 算不算internship 好像是都是可以算的 嗯 就完成了注册以后 你可以开始行李了 但是呢 你在这个 maintain这个registration的时候 他每年还有一个 嗯 就是刚才Shirley讲的 你的评估 我们叫appraisal 五年呢 还需要一个revalidation 然后保证呢 就是你注册了 注册了这一次以后呢 同时你还是在一个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然后 嗯 有着良好行动记录的进程 嗯 嗯 做完了注册以后 然后最终啊 如果大家可能都很感兴趣 就是开始找工作了 嗯 工作呢 就是说 像江华说的 就是在NHS里面 还是有很多gap 也有很多工作的机会 嗯 对于找工作来说 第一步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先写好你的CD 然后把你过去的经历啊 或者是一些 一些学位都可以写上去 然后很重要的呢 就是说做一个clinical attachment 因为对于中国来的医生 来说我们不太熟悉NHS 这个系统 然后对于这边的医生的一些 行李的理念啊 可能思维都不太一样 所以进去做一个 attachment呢 会对你可能有帮助 你来决定来到英国来当医生的时候 也有一个long term consideration 就是说 嗯 为什么要point呢 就是你如果到英国来 想讨好有些东西 比如说 professional 或者是personal 在英国来说 有很多gap 但是呢 有时候就是说想要 可能每个人到英国来都是想当主任的 但是这个过程呢 肯定还是比较也比较长 而且呢 也不是说每一个人最后最终都能成为主任 所以可以就是多方打听 然后具体做什么 做什么专业和做到哪个位置 怎么样才能够满足你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人生价值的体现呢 可以多问问 同时对personal也是一样的 因为对于70年代80年代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 然后可能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同时也要考虑一下家庭的balance 所以多方面考虑 就是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不是人家都要考到英国来读书 或者考到外国来当医生 我也要 而是说你自己想好 自己为什么要到国外来当医生 我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实现一个什么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也许可能最后你会发现 我大来了以后发现 不是我想象中那样 那我的下一步怎么样走 因为有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人提问说 我在国内已经做到负责人 然后我把这个指词了 我就完全的考试 然后就准备到英国来当医生 就是想清楚你的下一步是怎么做 然后再决定 再开始行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感觉 然后这个是其实是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在NHS里面的这个 这个 然后前面 Shirley和 其实江华都已经提到 我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 对于工作来说 你可能会经常看到呢 它有很多一些名词 一个是training 一个是non-training 一个是non-training training的话呢 就是说像我们国内说的可能是说 可以一步一步走 然后最后到主任 然后是他有职承级别的 然后有人一直监管着你的那个评估 non-training呢 其实是parallel to training 然后只是说你没有那个title 没有那个training number 但是你所收到的 the salary pension 或者是salary 代理都是其实是跟training相关的 然后你如果理论上来说 如果你达到他的要求 达到他的所有的assessment的话 你也可以进入任何一步的training 只要有机会能进去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可能稍微有点难 但是还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 是unlentious job 或者是versus private 因为现在unlentious job 因为经费的削减呢 所以private已经开始慢慢的壮大 所以也有很多医生 他在考完试以后呢 他就直接进入了 那种医院 然后他的那一班来说呢 待遇会比较高 然后工作会比较轻松 但是缺点就是说 没有太多的training 可能对你职业的长期发展来说呢 可能会有一些局兴性 还有一个就是说 trust grade和lokum trust grade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non training 其实是由每个trust 或者为了满足医生的需要呢 然后trust自己雇佣的一些医生 他可能不带有training的兴趣 但是呢你可以同时像training的doctor一样 来完成你自己的assessment 然后留下证据 然后以后想进入training program呢 只要有机会你也可以进去 就是另外一类的医生 就是说完全是像当比如说一个医院 或者是一个training program 他当时temporary少了一两个doctor 少了doctor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做lokum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一天为限制 或者一个月一样的比较短期的 那个呢就是不太有稳定 但是比较适合呢 有family的那些比较适合family的训续 然后我列了一些confer questions 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问这个英国的执照好拿吗 是美国的好拿还是英国的好拿 然后general来说呢 club肯定是比比USME要简单很多 然后从金钱上经历上还有时间上来说 都要简单一些 然后USME呢 这个分数很重要 对club来说就没有 它只有通过和不通过 然后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呢 人家只会看通过和不通过 不会看你的分数 但是USME它的分数呢 它那个rank statistic rank 会在你将来的match过程中起的一个很大的作用 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整个要考99 然后还有27上的高分 第二个就是考英国执照大概要多少预算 就是大家通常要问的 我是不是我的成本的投入 是不是值得这个路径 然后刚才我列举了一下 考试可能也就1000英镑的样子 但是呢 你可能准备材料和一些网站呢 还有一些上一些training course 可能也要花掉将近1000吧 那更大头呢 可能就是说到英国来考试签证啊 可能要花掉花掉一些钱 第三个就是英国的工作好找吗 就是我考了这么多试 我做了这么多准备 那我能不能来英国来找工作啊 然后这个江淮说的有很大的gap 有很多的gap 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也需要你 如果你不挑位置 不挑地方不挑专业的话 然后呢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也有他们也提到了可以办签证 第四个是怎么样提高英语 英语学习能力 医学英语能力 你还在说我的英语不是很好怎么办 那没有没有别的说 可能两个字就是多练 还有的第五个问题就是 我需不需要参加各种英国的plub培训班呢 就我建议就是说 根据很多考过的医生的建议来说 plub1是不需要的 一般的你自己在家做题就行 plub2呢 可能如果是没有在中英国行过1的呢 可能去需要 因为因为一些临床的一些操作啊 还有一些问问问问时啊 和这些咨询可能跟中国还是有些不同 所以呢需要一定的培训 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就是说在你做这些之前都想好 我应该去做去英国做一个什么 我为什么要来做 我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嗯 expectation 就什么样的期待 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 然后然后跟家庭家人就商量好 如果决定了 然后可以开始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问题 嗯 然后这就是 最后就是谢谢大家 然后同时我也想感谢一下这个 英国华人医学学会就是出 然后他设立的一个社群 然后把我们自己医生都团结起来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